今天为大家解说的狮王是坏男孩联盟的二哥瑞斯塔 也是跟老恩一样排名在十大狮王之中足见二哥的强大使力 瑞斯塔早期名字为拉斯特后期被大家称为瑞斯塔 而双胞胎弟弟则草率地被称为了T2 也就是第二个拉斯特后期大家都是叫他PB 跳两满海 瑞斯塔和弟弟PB都是出生于2001年1月的斯巴达市区 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双胞胎兄弟 亲兄弟 而老五老六则有可能是同母一夫 这个后期做莫瓦斯兄弟的介绍实在戏谈 说回来瑞斯塔和PB肯定是同父同母的孪生兄弟 他俩的长相几乎没有区别 包括设置组也无法分辨 后期发现两者细微的差距就是 瑞斯塔的棕毛比弟弟PB的要深一些 所以算瑞斯塔为兄长 浅色棕毛的为弟弟PB 关于血缘请看 这是兄弟的父亲 西街熊士联盟布隆迪 整体气质上不用多说 颜值明显可以判定是老二老三的爸爸 几乎没有争议 狮子很多子辈都和老爸极为相似 坏男孩钟老恩和父亲麦森 还有瑞斯塔和父亲布隆迪 几乎完全是一个母子刻出来的 同时父亲跟瑞斯塔和PB一样 都是各自熊士联盟的颜值担当 瑞斯塔和弟弟漂亮男孩 也是坏男孩兄弟们 几个最早跟老恩出去过流浪生活的 所以他俩和老恩的关系非常亲密 后期老恩不在巅峰期的时候 瑞斯塔和大漂亮也对老恩非常的友好尊重 很多人觉得瑞斯塔和PB虽然年龄上是联盟中的第二 但是地位并不是 这点我并不是很认同 既然瑞斯塔能列入公认的十大师王 实力就不用多说了 瑞斯塔巅峰时期的体重也很大 而且有单杀成年野牛的案例 而尔哥瑞斯塔也是兄弟几个唯一一只挑战 大哥恩格拉拉里克成功的弟弟 虽然当时大哥体力不充沛 而最后瑞斯塔受的伤比较严重 可不得不说二哥战斗力也很强 没办法老恩实在太猛呀 但是也确实是唯一一次 弟弟在老恩面前赢了的一次 这场战斗的主角就是二哥瑞斯塔 我觉得瑞斯塔除了对老恩 还有些许的尊重和服从 对于几个弟弟 包括漂亮的凸尾巴 怪尾巴 老六撒旦 他都表现都是碾压性的 老四老六虽然战斗力不如大哥们 但是性格出了名的爆裂 而对二哥瑞斯塔 他们还是比较幸福的 因为老恩喜欢独来独往 这时候往往二哥瑞斯塔就是老大 经常可以看到二爷带着几个弟弟外出巡谋 也有很多人认为瑞斯塔和弟弟大漂亮 因为早年就面对强大的成年老恩 这种经历让他们变得有些不自信 我个人觉得应该不会老恩对弟弟们的好 上期我已经说过了 基本不会欺压弟弟 再说如果不够自信 也不可能跟大哥为了争夺配偶开战 而瑞斯塔有着单独出去打地盘的经历 他独身一人吼叫着妄图和领地的雄狮们对战 要知道敌方可能有几头雄狮 同时出现 他甚至想自己一V级 这哪里是缺乏自信的表现 二哥瑞斯塔也是出了名的战斗狂人 在争夺地盘时更是敌人的噩梦 入侵战役中多次冲锋 催哭拉朽 而在兄弟几个的内斗中 也是看谁不爽 就欺负谁 漂亮 突尾巴 撒旦 都被二哥捶过 不然光靠长得漂亮 怎么能排入十大狮王 对吧 根据记载 二哥是联盟中 不多冲击过游客车辆的狮王 这里也可见他的性格 这是瑞斯塔正在和自己的弟弟漂亮男孩开战 前一秒还斗的剑拔弩张 不可开交 后面好像是打累了 这两个好兄弟竟然互相抱着对方躺下了 看到这块 我真的是笑到肚子疼 也可看出二哥 还是比较爱护弟弟的 还有更为有趣的是 瑞斯塔跟迎太杜梅拉一样 都对猎狗感到十分的厌烦 二哥每次看到这种名为非洲二哥的生物 就会跟打的鸡血一样上前冲锋 可能厌烦其丑陋的外表竟然也叫二哥 在瑞斯塔的领地内所有的猎狗 几乎都被清理干净 剩下的猎狗也都被吓破了胆 他们只好集体出去捕猎 因为只要看到落单的猎狗 二哥几乎都会冲过去 直接把他淡掉 虽然猎狗和狮子是天敌 但是也只限于磁尸 对瑞斯塔这种成年狮王 他们没有丝毫反抗的余点 而二哥平时在联盟里比较亲近的 则是亲弟弟PB 大哥老恩 还有就是四弟吐尾巴 据说他俩有自己的独立小尸群 可见老二和老四的关系 可惜天度英才在2010年7月 9岁的巅峰二哥瑞斯塔 彻底消失了踪迹 关于他的失踪 保护区内和各大资料也众说纷纭 有解释是 在洪水中二哥不慎被冲走 也有说 在没有影像的大象平原之战 被保卫者雄狮联盟杀害 还有说是当时坏男孩联盟 跟保卫者雄狮交战的时候 人类用越野车隔离了老恩和老四 导致亲弟弟漂亮男孩 被三只保卫者围攻 看到弟弟陷入危机 瑞斯塔心急如焚 愤怒的他冲向车子中的人类 被一枪爆头 结局是什么 我们始终不得而止 留下来的却是 我们对二哥瑞斯塔的遗憾和惋惜 我们失去了心中的一头狮王 而坏男孩却失去了至亲的兄弟 希望在另一个世界 几兄弟也能像小时候一样 亲密地团聚在一起吧 致敬 坏男孩联盟的第二头十大狮王 瑞斯塔 下期我会带来 瑞斯塔的孪生弟弟漂亮男孩的故事解说 各位有疑问也可以在评论区交流 再次感谢大家的点赞支持 谢谢你们